布尔玛发现悟空竟然单枪匹马 勇闯红断带军团总部 立刻联系雅木查带人前来支援 众人坐上飞机马不停蹄地追赶悟空 飞机上布尔玛和乌龙年纪不大意见不小 既然大战在即 让他们这种战武渣奔赴战场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他们还能做鬼脸笑死敌人吗 雅木查表示这就是个新意 大家都被悟空救过 关键时刻自然要尽力 老海龟慢悠悠地表示 你带上他们可以理解 那带上我是为了比赛跑吗 你是非常时期的备用食物 老海龟表示没事搭没事搭没事搭 这时候雅木查才发现克林怎么不在 原来他奉五天老师的命令去买东西了 由于他们没有交通工具 克林只好在大海里游泳游个来回 这么强大的战斗力可不能少 于是雅木查找到在海面挣扎的克林 将人拉上飞机 一行人重整旗鼓 朝着红断带军团的总部前进 此时悟空已经进入了红断带军团的雷达管控区 总帅还以为是陶白白回来了 开心地让手下解除所有防御系统 结果仔细一看来的人竟然是悟空 原本来迎接陶白白的84号直升机赶紧开枪 对着悟空疯狂闪射 悟空一棒子将直升机击录 总帅这才发现大事不好 赶紧让人重新启动防御系统 悟空瞬间被枪林弹雨包围 导弹跟不要情人一样的事情 红断带军团真有钱 迪士尼的礼花弹都不敢说得这么好 悟空驾驶着金斗鱼在空中穿梭 好不容易躲开了导弹的追击 却发现前方迎接他的是战斗直升机军团 不过他们也都是虚张声势 悟空几个穿梭就将这些小喽啰纷纷击毁 他在红断带总部12区的阳台降落 他看了一眼龙珠雷达变别方向后 就在街上快速奔跑起来 悟空纳闷呢 这街道上怎么没人 结果转交就遇上了海量敌军 风鲤鱼鲤我们在各个路口等你 悟空大显神通 对着敌人拳打脚踢 渐渐突出重围 此时雅木茶等人也接近了红断带军团的总部 被防御系统发射的尾随型导弹盯上了 他们只好断尾求生 将推进器扔出去吸引导弹 总算是逃过一劫 另一边悟空在红断带军团的总部里大打出手 将军团的各种高科技武器打得落花流水 气势无人能当 手下希望总帅先去地下室避难 下一秒总帅就真香了 他跑去拿了两颗龙珠 虽然不甘心但还是逃命要紧 此时半数红断带士兵都被打倒了 其他士兵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可他们的火箭弹打在悟空身上 也根本不能伤他分毫 士兵们吓得落荒而逃 总帅这个气啊 我就没有一个有骨气的兵 能冲上去拦住悟空给我长长脸 这时候他在监控里发现紫罗兰上校正快速奔跑 嗯总算还有一个有良心的 他这打算去迎战悟空吧 结果下一秒紫罗兰上校就把金库的门给炸了 真是太给总帅长脸了 眼看着紫罗兰上校带着一金库的钱逃之夭夭 总帅恨得牙痒痒 可是他现在已经没精力去管其他人了 他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撤退了 总帅怒气冲冲地表示逃兵全都处死 可是也没用 毕竟逃了不一定能被处死 但不逃的一定活不过明天 总帅真是不甘心自己的基业竟然被一个臭小鬼给毁了 布拉克安慰总帅别生气了 现在我们也得赶紧跑了 可总帅不同意 总帅将布拉克留在房间里 然后带着两枚龙珠逃了 下一秒悟空就闯进房间 跟布拉克大打出手 两人正在交手 天花板突然砸了下来 原来总帅没有逃走 他回到控制室去下黑手了 这下悟空和布拉克都被拍在下面 总帅美滋滋地畅想着 悟空身上的四颗龙珠很快就是自己的了 到时候再找到最后一枚龙珠 他一定可以长高高了 听到这话布拉克突然出现 原来他一直挂在外墙上 所以没被屋顶砸死 他无法接受大家费尽心血牺牲性命 给总帅抢龙珠 总帅竟然只是想用来长个子 总帅甚至还想杀死忠心耿耿的自己 布拉克越想越起 一枪崩了总帅 说着他捡起两颗龙珠 就在这时大地震战 悟空从天花板地下爬了上来 布拉克跟悟空谈判 希望他们一起找七颗龙珠 然后一起统治这个世界 悟空可没兴趣 他找到龙珠要让乌帕的爸爸复活 才不要跟这些犯罪分子同流合污 布拉克见游睡不成 赶紧拿出胶囊 跳上装甲机器人 对着悟空就是一阵突突突 他趁悟空不备 用机器手将悟空一把抓住后 狠狠砸向地面 悟空摔得爬不起来 布拉克趁机对悟空发射激光 一阵爆炸过后悟空相视不见 红断带军团的士兵们欢呼雀跃 这下悟空终于被打成灰镜了吧 可下一秒布拉克就看到悟空正落在他的驾驶舱外 对着他做鬼脸 布拉克又惊又气 一拳打过去 悟空没打到 却把自己打得晕头转向 这下布拉克也失去理智了 打算发射飞弹将悟空和整个红断带军团的基地全都毁了 321点火发射 飞弹朝着悟空飞去 悟空挑起一脚将飞弹踢了回去 飞弹飞向布拉克的机器人 擦着他的头飞过去 这是有惊有险啊 布拉克扭头就跑 再留下他也难逃一死了 可悟空不打算放他自由离去 他化身人肉导弹击穿了机器人的装甲 机器人在半空中爆炸 布拉克也来了 悟空拿到了两颗龙珠 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颗龙珠就大功告成了 他按动龙珠雷达 可这次雷达没有了反应 这时候雅木查等人还在空中徘徊 刚好遇到了正在逃跑的子罗兰上校的飞机 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深浅 都打算避一避 结果雅木查高空飞 子罗兰上校也高空飞 雅木查低空飞 子罗兰上校也低空飞 最后两架飞机到底撞在一起 差点同时坠落 好在是有惊无险 两架飞机还是分开了 雅木查等人的飞机终于着陆了 大家开始开会研究拯救悟空 商量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 结果一抬头 发现悟空都打完回来了 听说悟空一个人就灭掉了整个红缎带军团 还得到了六颗龙珠 大家十分诧异 悟空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悟空说因为自己爬上了卡琳塔 还在喵线人那里喝到了超胜水 五天老师不由地陷入回忆 当年他也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为了喝到超胜水 他整整花了三年时间 没想象到悟空竟然只用了三天就喝到了 果然主角的待遇就是不一样了 悟空拿出雷达递给波尔玛 这雷达可们坏了 希望波尔玛给修修 于是大家一起打道回复 在飞机上五天老师也不得不承认 回去以后波尔玛根本找不到雷达到底哪里坏了 但就是不显示最后一颗龙珠的位置 波尔玛说或许是最后一颗龙珠被什么动物吞了 所以才找不到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真可能永远都得不到那颗龙珠了 大家正在沮丧 五天老师让大家去找占卜婆婆 没助他能占卜到最后一颗龙珠的位置 于是雅木查 克林和悟空组成新的小队 乘坐飞机一路拔山涉水翻山越岭 最终飞机没燃料了 他们在山谷里的一个城市停下来不及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悟空身上的武道服已经千疮百孔 甚至露屁股了 穿成这样去见占卜婆婆 你也不怕丢人 于是在大家的逼迫下 悟空只好去买衣服 只可惜他真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还是武道服穿着舒服 他只能拜托采裁风大叔做一件一模一样的武道服了 在等待新衣服的空档 悟空去找了乌帕 乌帕看到悟空来了十分开心 得知悟空已经灭了红断带军团 找到了六颗龙珠更是喜极而泣 悟空带着乌帕去见自己的朋友们 这下好了 克林还没开始恋爱就先失恋了 终于武道服做好了 飞机的燃料也加满了 悟空一行人再次启程 这次乌帕也坐上了飞机 跟大家一起去找占卜婆婆 他们飞过漫天沙尘 穿过雷暴云层 终于看到了占卜婆婆那奢华无比的宫殿 众人见到了占卜婆婆 老婆婆挺热情 愿意替大家占卜 只是要收取一些费用 众人大吃一惊 把我们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钱了 于是占卜婆婆带着大家来到后面的擂台上 她说要是还能打败她的五个战士 就会免费替大家占卜 听到这个消息悟空等人就不担心了 这几个可都是进了天下武道大会决赛圈的选手 跟我们比武不是自找没趣吗 克林第一个上场 她十分自信地活动筋骨 还真想重温一下当年武道大会热血沸腾的感觉 占卜婆婆派出了她的第一个战士 一只蝙蝠扑轰翅膀飞了出来 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清炼獠牙的吸血鬼 这个吸血鬼的行为也很怪异 上场不打拳 反而跳起了奇怪的舞蹈 克林一脸猛逼地站在旁边等着 却不料吸血鬼趁其不被一套组合拳打在了克林脸上 克林刚想反击 那吸血鬼又开始跳舞 克林也急了 一脚踢了过去 吸血鬼眼看躲不过 摇身一变又成了蝙蝠的模样 克林的拳脚再快也没有蝙蝠的翅膀快 于是克林累得气喘吁吁 也根本挨不着蝙蝠一根毫毛 蝙蝠看克林累了 摇身一变成了吸血鬼 血盆大口啃在克林的光头上 抱着克林疯狂吸血 克林拼尽全力虽然摆脱了吸血鬼 但是自己也失血过多难以坚持 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悟空一方派出乌帕和普尔一起对付吸血鬼人 对战开始吸血鬼率先冲上去 然后乌帕冲着吸血鬼喷出一口气 他嘴里浓浓的蒜味熏的吸血鬼快要窒息了 他吓得撒腿就跑 结果乌帕趴在他身上疯狂喘气 吸血鬼无奈只能变成蝙蝠 这次他要对普尔下手 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对普尔咬下去 普尔变成了一只刺猬 吸血鬼被扎得满嘴窟窿 这时候乌帕又摆出十字架的模样 吸血鬼可是最怕十字架的 吸血鬼吓得变成蝙蝠逃之夭夭 以老师求放过 普尔一看机会来了 直接变成一只大手一巴掌 将蝙蝠打入水 这一局吸血鬼输了 下一局比赛开始 悟空这边派出的人是雅木查 他兴致勃勃地等着詹卜婆婆那边派人上场 原来詹卜婆婆第二个战士就是透明人 所以全场谁也看不到他的行踪 在雅木查还没头绪的时候 透明人已经开始对他拳打脚踢了 这样就不公平 狄在暗我在明 克林突然有了主意 他让悟空赶紧去把波尔玛和五天老师带过来 悟空不明觉力 赶紧去找人 此时雅木查被打得多了 也逐渐掌握了一些对待透明人的诀窍 虽然看不到 但是他还能听声音 仔细看还能发现地面也有被踩过的痕迹 眼看雅木查掌握了对付透明人的诀窍 占卜婆婆立刻唱起歌来 那声音听的人毛骨悚然 别人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雅木查果然就听不到透明人的声音了 又开始进入挨奏阶段 这样下去雅木查必输 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克林突然给透明人喝采加油 透明人一高兴笑出了声 雅木查找准时机对着传出声音的地方一顿拳打脚踢 可透明人不傻 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中了克林他们的鸡 他开始闭嘴埋头苦干 这下雅木查又进入了挨打阶段 终于悟空带着五天老师和波尔玛赶到了 克林赶紧为他们摆好姿势 关键时刻三二一动手 肯拉下了波尔玛的裙子 五天老师鼻血喷出去梁远 正好淋了透明人一身 这下透明人躲不了了 雅木查上演猎杀时刻 顺利击败透明人获得了胜利 众人开心的鼓掌欢呼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五天老师 他刺向地抚摸着克林的光头 这样的好事我来者不拒 这时候占卜婆婆走过来跟五天老师打招呼 老弟你还是这么好色 五天老师表示老姐你还是这么贪财啊 原来五天老师跟占卜婆婆是姐弟俩 真是一个贪财一个好色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占卜婆婆带领大家来到下一个比赛场所 婆婆让雅木查先进门 然后带领大家去往观众席 中途却带着悟空消失在一扇神秘的小门前 这里似乎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餐厅 占卜婆婆请悟空吃大餐 可就在他吃的时候 突然天降砖块 悟空伸手敏捷地躲过所有砖块还没耽误吃饭 占卜婆婆也十分佩服悟空 这看起来可不像自家兄弟的学生 悟空吃饱喝足 婆婆带着他与大家会合 欢迎来到恶魔的厕所 雅木查要是从上面掉下去就必死无疑 想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把那个叫悟空的小鬼送给我 可悟空却说不战而败是最丢人的 不要犹豫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出场了 悟空能否在恶魔的厕所里平安获胜呢 他们能否找到第七颗龙珠呢 我们拭目以待